曾几何时,张泽天在大众心里还是一个清纯可人的想象 当他嫁给大19岁的刘强东时 他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就变成了又一个 倚仗年轻貌美嫁入豪门做阔胎的庸俗女子 2018年,刘强东某某门事件出来之后 就一直有他们婚变的消息传出来 当吃瓜群众都以为张泽天会上演一场精彩的离婚大戏 但令所有人失望的是 张泽天并没有选择离婚 而是原谅了刘强东 当张泽天登上2020新财富500富人榜时 大家才明白张泽天的野心远不止总裁夫人 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步步为营的算计 却从不将野心表现在脸上 张泽天1993年出生 家里条件很好 从小到大一直是品学兼优的人 2009年的时候 一张照片让还在上高二的张泽天在网上火了起来 不过这并没有打乱他的生活 高考时候顺利的拿到了清华大学的保送名额 那时候张艺谋都来找他拍戏 当山楂树枝恋和金灵十三差的剧本送上门来 多好的一次机会啊 可张泽天拒绝 光做一个演员怎么能满足奶茶妹妹的野心呢 在他大三的时候 被学校派去美国一家女子学院交流学习 在那里他遇到了同去那个国家学习的刘强东 刘强东想必不用和大家做过多的介绍了 京东的创始人电商界大佬级别的人物 2014年4月两人的恋情曝光 15年10月就结婚了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 这就是一个漂亮女孩傍大款的故事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 张泽天不仅拥有一个漂亮的脸蛋 还有一颗金鸣的头脑 刘强东作为业界名流 什么样的美女没见过 光有一张漂亮的脸是远远不够的 拥有张貌美如花的脸 或许会引起富豪大佬的注意 但如果想真正和他们站在一起 还得有一定的本事 无论这场婚姻的起因是爱情也好 是出于其他想法也好 我们无从探究 就目前的形式来看 结了婚之后 张泽天得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刘强东太太的身份 给他带来了财富 资源和人脉 但他自己也知道 目前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刘强东 刘强东也是个酒精沙场的老油条 在他们结婚前夕 就有消息称 他们两人签订了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 巧妙的把刘强东 未来十年的财产 变成了婚前财产 在未来的十年里 刘强东每年基本工资是一块钱 离了婚 张泽天什么也分不懂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这个 看似拥有清纯面孔的女生 是怎样步步为营的 他们的婚姻里 或许是存在爱的 但抛开爱情 剩下的就是各取所需 2015年结婚 2016年 张泽天就生下了一个孩子 大家以为张泽天会在家里照顾孩子 但他在怀孕的时候 就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作为老公刘强东 平时也会教他一些商业知识 后来 他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京东的代言人 陪着刘强东 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 结交了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 像是张泽天 就曾经和比尔盖茨交谈过 和邓文迪吃过饭 参加过英国皇家的婚礼 私下里参加了很多的派对 和民园们一起聊天逛街 通过他们去认识他们身后的人 之后自己投资 开店等 在事业上的张泽天 确实帮了刘强东不少 张泽天的到来 帮京东省了很多的开支 他们俩秀个恩爱 随便打个广告 逢年过节的制造个热点 比明星效益来得还快 两个人的交往 结婚 怀孕 生孩子 没给大消息公布的时间点 好巧不巧的 卡在京东有大活动的时候 身为一个网红 他用自带的流量 为京东换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有了张泽天的强势加盟 京东很快就从二线的电商 挤身成为 可以与淘宝不相上下的一线电商 网友们纷纷调侃为 以一人之力 打败了阿里的广告部 2018年 刘强东出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 在国外 因某某门事件被调查 一时间 刘强东穿着囚服的照片 传遍了网络 大家都等着看他们的笑话 虽说最后 刘强东被判无罪 但婚内出轨 一成事时 京东受到重挫 张泽天虽然外表看起来柔柔弱弱 但实则内心成熟 他知道怎样权衡利弊 24岁的张泽天出面 稳住了京东连续下滑的股份 同时保住了刘强东 仅存的颜面 可奈何悠悠重口 根本堵不住 他干脆远走他乡 远赴剑桥 攻读MBA 不管是外界嘲讽也好 可怜他也罢 他始终沉着冷静 没有做出任何冲动的举动 更是在那一年的中秋节 发了个图 内容是 三个手捧了一个月 黑文 唯愿守得云开见明月 细细品读张泽天的隐忍 并不简单 因为张泽天很清楚 自己在这段婚姻里 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他的婚姻主场 不仅是情场 更是生意场 风波频息之后 张泽天和刘强东一起 开了家新公司 天墙公司 含义自然不言而喻 并且之后 他还登上了财富榜 位列福布斯榜单第31名 秒杀王思聪 果然叫泽天的都是狠人 张泽天 是一个不会把野心 写在脸上的人 他给人的感觉 永远一直都是一个 不按事事的样子 但实则 在他温柔的笑容背后 隐藏了大家 看不到的努力 在一次次磨练之下 他终归从一个 不按事事的少女 蜕变成 刀枪不入的女强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不知道小伙伴们 对此事有什么样的 看法和观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本视频观点 根据网络现有信息 整理推断而来 仅代表个人看法 如有侵权 请联系我 删除修改视频 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 收藏 发弹幕 我们下期 精彩继续